人家運去蘭嶼那邊 但是蘭嶼人在港口打 所以船就運回來了 金山這邊有冥光網頭 金山一生人打 可是我覺得這是弱弱相殘 金山的人跟蘭嶼人在那邊看似比較倒霉 但最後還是進到金山裡面來 那這次一直到現在沒變 永久儲存場最終開始要去選 最終的儲存場 挑在哪邊挑在達人 是一個可能的利益 因為一定利益是在馬祖的烏丘 可是現在又有個調管的事情 再來可以用公投決定的多好對不對 誰投票台東縣人公投 投票投什麼 投 核對料到達人要從來臨到達人 都在台東 都在原住民的這個局勢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現在的政策 其實是這樣子 你看起來不錯給你公投對不對 又可以怎麼樣給你回歸金 可是其實政策是這樣子在弄的 好那這個是這個是告訴我 我們當年在這個石門鄉 這個農田被挖成 報了不久長 所以在那邊去抗爭 那個時候 山坡地問題 有錢人進入報了不久長 會去蓋房子 會去弄工業區 那後來土地鬆反 各位看1998年 這個地方在哪邊 在立法院的議事廳的前面的廣場 在立法院裡面喔 這張照片很吊詭 我們為什麼進得去 這是問題 另外你看我們的組織很奇怪 這是什麼 反對粗暴出賣農地大連農 很拗口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講這個 反對這個農地 因為其實它是在農地 可以自由買賣 但這事情在當時敏感 你讓農地不能買賣 你就得罪農民 所以我不知道變成什麼 反對它 不是反對它出賣 反對它粗暴的出賣 所以你看這個題目 這個聯盟取得多委婉 就是當時有一個政治 跟很多運動的現實是這樣的 當時是農發強运 這個東西沒趕過之後 一直到現在農地很多釋出 還有農地切割的更細 所以你在農村看到很多種房子 對不對 看到很多這個農地被徵收 其實本來就有被徵收 只是這東西就是說 它的這個整個土地 徹底相比化 所以我覺得這些政策都是 我不應該說是當年這個 無可光流運動造的貨 可是我說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政府就把它引導到這樣去 你們覺得房子貴 我就讓你土地更開放 那我覺得這個值得一路再追蹤下來 就是這個政策其實它 從頭到尾其實 好像都在處理剛下問題 可是後來的很多地區脈絡 回顧的人來看 其實那時候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我就不突出了 到現在你看 現在過於返鄉嘛 所以很多這個問題 其實跟當年一直比较起來 其實並沒有變 我覺得跟都更也是類似這樣一個思維 好 那其中一部分是環境運動跟社區運動的結合跟串聯 這部分我就不多講了